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来已久 农村还流传鼻子大下身大 这种说法认为 在面向上看男性的鼻子 比较像男人的生殖器 因此将两者联系起来 因此 鼻子大 自然说明生殖器也雄伟 有强大的床上能力 三 看毛旺盛生活中 如果一个男生身体高大 肌肉结实 看毛旺盛 就很容易让人认为他的性功能强 反之 如果一个男生没有什么腿毛 看毛 就很容易被认为娘 在一些外国更是如此 提毛多且有发达胸肌的男人 总会具有更多的男人味 容易引起女人的生理反应 四 耳朵大中医观点认为 肾开翘于耳 耳朵大的男人 肾脏结实 腰脊的承受力较一般人强 所以 有人提出男性的性能力可以看其耳朵 如果耳朵大且饱满 亮泽 那么就能断定他肾气足 能力强 另外还可以触摸男性耳朵 根据弹性和紧致度来验证其体力和性能力 五 攻狗腰 攻狗腰或狗攻腰 是指男性的腰身 从肋骨下方至宽骨上方迅速收缩 而且臀部较向外突出 类似狗的身体曲线 这样的腰部在活塞运动当中能展现完美的协调性跟力量 所以拥有狗攻腰自然就表示性能力较强 六 屁股翘 屁股翘不是女人的专利 很多人发现臀部坚挺的男性具备更强大的战斗力和持久力 坚挺的臀部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代表着实战能力 能给女性带来幸福 如果你的男友屁股翘 赶紧看尽他哦